这个题目啊,首先我是在油管看到的,您要是因为也看到这个题目,来看我这个视频,我先告诉您上当了,其实是文部对题,最早这个题目呢,这个是一个剧造了,繁花的剧造,许致远呢,采访繁花的这个作者,金语成。 那在管管上的标题就是这样起的,分析一百个户外情案例发现五十岁以后出轨的女人都有共性,但是人家金语成并没有谈这个问题,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繁花的作者金语成会谈这个问题吗? 我是因为这个好奇心,就来点进来听啊,当然如果我时间比较多的话,它不是这个标题,我也会点进来看一看的啊,这个许致远做的节目还是有点水平了,更何况这个题目这么惊悚啊,那是几个意思呢? 对吧? 太可怜了,太可怜了,他说这个,有这个看法的朋友啊,太可怜了,年纪就是评论这么一点点而已,那么我去啊,google啊,以及去这个,度娘啊,还是这个字词,因为我觉得这个字词挺谢人的,还去找相关的素材。 嗯,跟大家报告还是没有,只找到一篇啊,官媒,台海网是官媒啊,啊,他们,呃,贴出了一篇文章,但也没有指出,也没有有出处啊,比如说这个,谁研究啊,谁分析的啊, 证明这个官媒也出这种水货的这个啊,东西啊,很多这个自媒体啊,一些搞心理学研究的啊,也都有类似这个文章,那咱还是分享一下吧啊,既然都被他给骗进来了,是吧? 啊,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标题,大家就免疫就好了,没有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噱头,朋友们啊,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官媒说的这段报道啊,这这篇也不是叫报道啊,也不是叫文章啊,也不是叫叫啥。 啊,婚姻的激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本是一种正常现象,首先是生活各种琐事的干扰,如采米油盐,其次是长期生活,夫妻二人的生活习惯产生矛盾,让彼此的感情是越来越淡,最后自然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 一旦夫妻二人感情变淡,争吵还是小事,但出轨便是触犯了底线,尤其是随着外界的诱惑,到了中年阶段的女人出轨率就会大大增加,民政局所发布的离婚率统计数据指出,2020年全国办离婚的夫妇共有283.9万吨, 离婚率高达是43.83%,因婚外情而感情破裂的为48%,家暴原因占26.7%,因一方的不良生活习惯而离婚的占9.5%,在大多数婚姻中, 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只要他做出了背叛婚姻的行为,另一方就有极大的概率,难以容忍,进而选择离婚。 而在48%中,经过卡奈基人际交往心理学研究,这里指出出处了,卡奈基听得就像传销那些个东西。 100个户外情案例发现,50岁以后出轨的女人都有共性,这种共性叫做所长心理。 意思是在婚姻中,某种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被阻碍的情况下,寻求外部的途径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卡奈基人际交往心理学书中进一步的提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个体感觉到自己在某方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损失时, 会寻求补救和赔偿的内在心理动机。 这种心理动机可以用来调节心理平衡,但它也会因为过度执着与损失而无法前行。 通俗的来说便是心理上的自我碍事以及驱动,就像我们在困境中会激发逆反心理,不断拼搏,勇敢前进。 寻求我们想要的成功,而在婚姻中女性遇到了困境,便会通过出轨寻求内心的安慰。 然而,这种出轨的行为只会给家庭以及配偶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我们既然了解了这种心理,自然要明白对症下药,对症下药。 作为妻子的另一半,丈夫应该在婚姻中是尽力去调和满足妻子的需求。 警惕丧偶式婚姻的出现,给另一半带来安全感,消除对方的不安和负面情绪。 婚姻自然会稳定和谐。 以上就是卡奈基人际交往系列学这套书中所研究分析的一百个后外情案例得出的。 50岁以后出轨的女人所具备的共性,就是你能读懂,那么便可以深入了解女性的心理,洞察两性关系。 因此小编推荐大家可以阅读这本《卡奈基人际交往系列学》。 让你在两性关系中避免受到伤害,也能掌握与异性的交往之道。 原来是一个,后面还有很多呀,原来这是一个软文,卖书的软文,朋友们。 以后我想这些个东西,大家要免疫一点,不要上当,跟我一样,上当。 那我这个,要跟我自己要谈,谈这个问题,怎么谈呢? 是吧,我不是和40岁,40年前的我谈吗? 我要谈呢,就是不出轨呢,你要说是不出轨的坏处啊,好处啊,我可以说出十万八千种。 你要说出轨的好处和坏处啊,哎呀,也十万八千种。 就是人生啊,这个怎么,三言两语,没办法说得完呢。 人所有所有的东西啊,它都是,人要追求绝对,比如说绝对忠诚。 啊,这个,反正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完美的圆啊,最真的真理在手里,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彼岸的那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可是这个东西让人感觉非常好啊,非常好。 可是这个东西又压迫人,同时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啊,就是,圆它存在啊,就是罗翔这样说的,你不可能画的圆,你画的再圆,你无穷的放大,你发现它都是一些个点啊,构成的。 你,还是一些个直线构成的,它不是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个,绝对让人感觉到这个美好,可是绝对也让人感觉到不美好,绝对就有死亡的问题啊。 嗯,就有不可调和的问题啊,那么绝对的反面啊,就是这个,嗯,反绝对的东西也有美好啊,也有不美好啊,其实就是个围城的东西嘛,啊,你,人就是摇摆在期间啊。 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啊,保护好人的底线,就是,就是,我觉得首先要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啊,我们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把我的命拿走,我也不把我,我自己不也不把我自己的命拿走,我觉得就,就把这个底线建立起来就好了。 啊,然后期间啊,啊,你们到底是做神仙的关系啊,神仙关系也挺,挺无聊的,比如说神仙送过我一个东西,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感谢神仙,有的时候也未必需要感谢他,他无穷无尽的多。 你比如说我感谢他的原因就是,他给我一块钱,我如果感谢他呢,他不给我了,我也不再感谢他,如果再感谢他,他又给我一块钱,我感谢他。 呃,如果感谢了以后,不再给钱,神仙给我钱,我也不感谢,他无穷军的多,无所谓啊,是吧,神,就是神仙的伴侣挺无聊的,你需要我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没办法通过你来拯救我,我也没办法通过我来拯救你,就是为你提供有利,有意义的东西。 你是个神仙嘛,同样啊,如果我是个神仙也是一样,这两个神仙伴侣,你说这个通苦不通苦啊,无聊不无聊啊,就好像那样的一个问题,神仙倒是做不做梦啊,你说多无聊的这个事。 神仙如果做梦,神仙就不是神仙了,立即就破除了,梦是不可控制的嘛,说神仙做一个可控制的梦,他就不会做梦啊。 以此类推,这样的思考非常多,所以两个神仙伴侣也挺糟糕的,但人需要有一点点,但如果是绝对,可能有点问题。 比如说,如果伴侣婚姻的关系是个抢盗关系呢,就是把你东西抢了到我这里,他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觉得高兴。 比如说我太太吧,就是经常欺负我,俩人都觉得挺好的,是吧? 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为数不多的,不讲道理的就是和我,因为我们是夫妻。 这是爱情里的构成的一部分吧。 啊,但我们也要经常常试着讲道理,啊,理性的,逻辑的,因此分还分杂嘛,是吧? 那么要研究出轨的事,它就是个围城,如果我们一想到,哎呀,我此生就跟一个人可以有交流,不能再和别人的人交流。 就是我要求我自己可以,我用我的伟大的思想来武装我,我可以丰富我的这个,给我一些个解释。 但我要如果我用这个去要求别人,我觉得挺可怕的。 啊,你想,它比奴隶,比奴才还可怕。 一个组组对奴才,就是奴隶组对奴隶可能都没有这种强烈的控制。 你给我干活就好了,你脑子里想什么,我不管你。 组组对奴才可能不是这样,是吧? 你在想什么,我都要管你。 这样也太可怕了吧,这样, 你也要跟我,比如我太太跟我生活一辈子, 我如果这样对我太太,我觉得太不人道了吧,是吧? 因此要谈绝对的忠诚这个事,我觉得就谈不出来。 我谈这个干什么呢? 我谈我对她来说,我不人道。 对我自己还谈什么呢? 我自己和我自己谈就完了吧。 但是,你说我要对我自己谈,我谈我对我太太绝对的忠诚, 但我总觉得还是有问题。 就是,我不是要求对方要绝对忠诚,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也要求我绝对忠诚,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这里面, 就是,你还是强烈的压迫别人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毕竟是个人呐。 啊,你把李冰冰啊,范冰冰啊, 什么张冰冰啊,赵冰冰啊,是吧? 我觉得,又有美貌,又有钱财, 你给我,还把我们放到孤岛上去, 我也做不到绝对忠诚。 我,我,啊, 你说她就是漂亮,我就忍不住得看, 实在是控制不住你, 我是个普通的人呐,我是个凡人呐。 啊,好吧,结束这期节目吧, 就是, 人只是在城里,啊, 他有问题,婚姻里面吧, 他还是要向城外要看一看,啊, 呃, 探索呀, 冒险啊,扩张价值啊, 但是如果总在外面呢, 他也厌倦, 是吧,比如说我和我他也有亲密的关系, 呃,比较可靠, 我银行密码什么都告诉他, 他都不告诉我, 从来也不告诉我, 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也没有银行密码, 我现在在做的视频了,宝贝, 知道吗? 银子他就就唯一一个, 唯一的是我的视频的观看人叫银子, 在探寻咱们的家庭生活, 说哪里了, 花歪音太多, 我做节目紧张会花歪一点, 今天没有捉牙花, 还好一点, 呃, 就是互引里, 他给人感觉就舒服嘛, 就是没有竞争, 因为出轨这个东西, 有点竞争的一个东西, 是吧, 渴望出轨, 反正人就是这样吧, 两个都需要吧, 但是你让他绝对的就是在一个里面, 就毅力不摇的不动, 你任何人也做不到, 绝对不出轨, 和绝对出轨,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说这个人就喜欢出轨, 你让他绝对, 绝对的这个天天出轨, 他做不到, 他会疲惫, 他会寻求安全感, 寻求保护, 被束缚, 其实有的时候束缚是一种自由, 好, 就这么多吧, 人可能要解决一个毅力不摇的东西, 不是我人和凡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与我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追求毅力不摇, 而且这种追求就是越追求越纯, 越真的话呢, 你追求的那个目标就越会越远, 而且你追求的那个感受就越近, 比如我是个佛佛教徒, 我成为佛的那个感觉越来越强烈, 但是终究离子那个目标会越来越远, 是吧, 因为你越思考这个问题, 你才知道无知的边界那么大嘛, 自己欠缺的, 就是自己缺德的那个东西这么多嘛, 是吧, 这才会越来越谦卑吧,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说一个小的一个小插曲吧, 就是有人主张对异教徒烧死, 他一辈子呢, 就是没有烧死过任何一个异教徒, 还保护异教徒, 有人呢, 说讲怎么开放包容, 但是他烧死了很多异教徒, 有人就不是很在乎, 或很歌颂这个忠诚啊, 就是人与终极情感可以讨论忠诚, 就是你不想忠诚, 他都渴望, 他是吸引了你忠诚, 就那个终极情感不知道是什么了, 不知道是和一个人和猫和狗, 就是我和猫和狗, 我和大树, 我和肉体, 我和生殖器, 我和思想, 我和真山美, 我和上帝, 我和自由, 我和智山, 就是你不和他, 这个你都禁不住的诱惑, 你和他还是这个, 有这种这个, 有一种这个, 就人和终极情感是一种压迫的和索取的, 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忠诚是还有压迫和索取的东西, 就是这个世俗的人, 谈忠诚这个东西, 我要求别人忠诚于我,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 我觉得有点可怕, 就是甚至我要求我自己忠诚于别人, 我都觉得, 不是出于我自私自利的角度来想了, 我觉得都是对, 可能对别人的是一种可怕的, 有点可怕的东西, 但是反忠诚也是个问题了, 也就是最后结束我这个视频, 我想说, 用谎言骗别人, 这很难来判断, 他是在做生意, 还是在说, 比如说你现在用谎言来骗我, 我觉得我也很难受损失, 我也不会设计谋什么的, 我有我的人生的道路, 但我自己如果谎言骗我自己的生命, 那总是个大麻烦, 我以为我信仰的是真善美, 是上帝, 然后这个越到了人生的终点, 才发现揭开是个虚无, 空无的, 就人生最后的终点, 留下一句话, 就是一辈子都是空的, 一辈子人的生命叫什么, 反正是空虚无, 生命坠入虚无, 那这个就是忠诚的最可怕的惩罚, 我不知道能可以讲明白这个意思, 是吧, 并不是说, 我甘愿奉献我的思想和肉体给我的太太, 我忠诚于你, 不管这种忠诚是真诚的, 还是反真诚的, 我觉得那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就是生命的最后那一句话, 就是才发现我与这个终极情感的不忠诚, 或者忠诚的思考, 谢谢大家吧, 就讲这么多吧, 因此, 这个户外情不户外情不叫事, 是吧, 只要别有经济损失, 别闹出人命来, 一切都可以谈吧, 慢慢谈,